經濟午餐 星期五的中午聽到我何文杰的聲音 經濟午餐 不過拍檔Desmond請了一架 在直播室有客席主持李翠美 大家好 除了翠美之外 剛才我們跟醫生談完關於乳癌的問題 下一兩節我們又說另一個範疇 知休教育 我們請到香港知休教育教師協會的主席 楊定波校長 楊校長 大家好 我認識了Wanny一段時間 他是一個很有心的教育從業員 一生都是在教育行業 由前線做到校長 現在關注知休教育的發展 支援很多不同的學校 其實可否跟聽眾講解一下 甚麼叫做知休教育呢 首先多謝Raymond和翠美的邀請 今天很榮幸來到新城電台做一個訪問 知休教育 回顧一下幾十年前 可能老師或者爸爸媽媽覺得這個小朋友多聰明 多聰明 讓他檢查一下IQ 很多時候一般人就以為 IQ高一定是知休生 這是一個單一導向的量度 在現今社會其實現在有所改變 現在就會講一個多元智能 所謂英文的Multiple Intelligence 所以其實同學在各個範疇裏面 他都會可能達到一些指標 尤其是他見到會有一些創作力很高 我們說是創意 有些是同學學到東西很快 所以quick to learn 也會見到解難能力 他學到新的知識 懂得運用去解決困難 另外一個叫高階思維 這幾樣東西可以在課程中引入 而同學會活學活用 這些都是一個知休 在現今社會廣泛的定義 因為其實講IQ 我訪問過羅志光局長 出名的IQ高局長 是神童來的 坊間傳聞有140以上 但我很八卦 我上去看看IQ有什麼量表 最有名的就是韋士 就是IQ量表 我發現那些問題 都是邏輯推理的問題為主 IQ所謂評估出來的效果 就是看一個人的推理能力 邏輯演算的能力 以及限時的做 但好像你這樣講 現在講的知休 不再純粹是IQ 當然IQ也是其他部份 邏輯推理能力也是一個很重要 但就變得胎闊了 也不是以前這樣 純粹是在數理上 比較精力的就叫做知休 但當你驅闊了 會不會大家又含運了 很難去量度呢 其實不會的 我不知道 Raymond當時訪問羅局長 他怎麼回答你 他那個年代 應該都是IQ測試為主 剛才Raymond提及過 沒錯 很多時候 我們的Wix4 Wix5 偉事四代 偉事五代 都是多家長 或者一些教育心理學家 都會和小朋友 如果想辨識他一個知休的特性 很多時候會用這個採納 量度的方法 不如這樣講 教育心理學家 或者臨床心理學家 固然他們有個專業的資格 能力 去能夠認識到一些知休生 但很多時候 我講回學校 日常生活中 學生 其實見老師時間都會多 所以透過一些 如果是讀一些 知休教育課程的認證 一些老師 其實懂得一些知休生的特性 其實都很容易 可以透過一些知休生出來 所以剛才你說 那個Wix4 Wix5 很多時候都是偏向心理學的角度 去發掘小朋友的知休特性 但很多時候 同學的行為 表現 他不會去到心理學家裏面才出現 很多時候 在學校每天 跟同學生相處 跟老師相處 甚至他回家 跟父母相處 其實這些時間都很長 所以這些時間裏 如果我們觀察到 我們懂得去變成同學的知休生的特性 其實父母 老師 甚至社工 都可以做到一個 所以其實 不是一定要用量表形式 如果經過培訓之後 老師其實有一種 日常生活的理解 有時候我們小時候 可能是 嘴多多的 好像現在正在做主持 那些 在學校當然跟老師 多東西辯駁 以前小時候 覺得這些學生很頑皮 你們絕對是一些 表達力強的知休生 現在就不是 現在平反我們這類學生 不是多嘴 是頑皮的 我記得我朋友 他說 小時候小學 老師就教 愚公而生 聽完之後 就舉手 他說 愚公 為什麼這麼蠢 叫你家人一起去 移 山 怎麼鬼 搬屋 就行 老師覺得你搞局 那個人就是施詠青 我說你小時候當然是 知休學童 所以有時候 以前的年代 真的不懂他辨別 原來這樣 你不要視為頑皮 可能是 老師經過培訓 懂得分辨 這個學生 可能有一種特別的學習能力 那是否可以 老師的培訓 是否容易做到 還是要經歷很長的訓練 剛才 Ryman 提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樣東西 其實都是看得到 同學生 即是施詠青先生 他小時候 其實都應該是很有創意 要不然 不會答到這樣的答案 而且都看到一個 解難能力 Prom-sorving skills 創造力和解難能力 這兩方面 正正是 知休教育的核心 一個元素 其實現在 現今社會 在教育局 課程發展委員會 和課程發展處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 知休課程 在教師培訓 回想 我自己接受 教育局的知休教育培訓 都是十多年前 那時候 是一個 馮漢處 知休教育中心 還在荃灣 現在是用了 是 考評局的 Online marking center 其實 現在在 教育局的 九龍堂 教師發展中心 即東九龍那邊 其實已經有一個 幾完善的 一些 知休教師的 培訓 課程 那 老師們 其實都可以 很容易地 可以 上我們叫e-service 去 免費報讀的課程 還有 老師都要有一個 空襟 去接受同學的創造力 和創意 特別提到這一點 原因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作為老師 每天都有很多批改 改捐 改報 大量的marking 很多時候老師都會說 這麼辛苦 我一定會找第一件事 是甚麼 marking scheme 一定要找一個marking scheme 叫做 評分參照 對著來改捐 但很多時候 知休生 我們培育的時候 往往我們不能夠 真的可以 很 平時的批改 去做一個marking scheme 出來 我們可能有個framework 有個guidelines 因為很多時候 學生 那個知休生的答案 或者答法 其實往往 可能是 beyond 那個marking scheme 裡面的 一些答案 他們就是因為 很有想像力 很有豐富的 一個解能能 還有一個 創造能力 所以有時候 他的答法 都未必在marking scheme 上面列有 所以我們有時候 會看他的解難策略 所謂 真是好像 危康的作品 雖然現在大家懷冕他 但他又很少提及 小學的 童年的生活 但可以想像 他的創造力 就很強 自己沒有讀過大學 那個年代 當然很難讀大學 但是創造力 其實 好像團火 如果你是小時候 就已經在學校 每個老師都說 這些 不是跟著答的 其實是否 反過來會令到 創造力的團火 會熄裂 是的 所以剛才 Raymond看得很好 魏康先生 其實 他的著作 我猜大家都一定 很有看過 也很廣泛 認同 一定是 一些好的作品 想像力 放在作品上 一定會 見得到 很流暢 很豐富 如果不是 平平淡淡的作品 就不會有共鳴 所以 一些 知休生裏 那個 語文科 那個創意寫作 特別是容易 看得到 在中文作文 和英文作文 是的 我兒子六歲 寫中文作文 他叫我看 跟了一個女同學 名字 說去了海洋公園 看海豚表演 很開心 我說你何時跟他去 我不知道 他說 作文 當然是作文 我都無言以對 就說 好了 作得好 他可能跟爸爸 有所謂的事 是的 我要加入家長群組 幫他邀請 才行 知休教育 算不算 是一種 小眾的服務 以往 會不會印象 是精英 像superhero 那些 雨傘學院 有特殊技能 那些人才讀 還是 越來越 都是廣泛的應用 嗯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亦都是很多時候 我在學校 去分享 知休教育的時候 都遇到很多老師 即同行 他們都問 如果我們學校 去準備一個 知休教育組 會不會 那些資源 會叫做 傾斜了 因為事實上 會不會一家學校 有很多知休生 那其實 想說 我們在學校出身的 所有老師 主任 甚至副校長 都一定經歷過一件事 就是拔尖補底 學校有不同的組別 除了中英素常的主任 我們這些叫subject panel heads 亦都有一些 譬如訓導主任 輔導主任 公民教育主任 升學及就業主任 這些其實都是 functional的主任位 知休教育主任 其實現在 在每一間學校裡面 都非常多 已經有這一個所謂的崗位 所以在這些主任 其實他們的工作 很多時候就是 顧名師 拔尖補底 如果同學一般 希望都要去benchmark 補得住 去到那裏才可以升級 才可以讓他們 進深一步的 一個深的課程 但拔尖那方面 其實就是正正在講 我們培育之休生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說 會不會只是一些 資源上面 一些小眾的服務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剛才開頭所說 每一個學生 其實都有不同的才華 有些可能掃理得更厲害 有些可能是語文 或者演說得更厲害 他們文字上 可能他計算不太厲害 我們應該都要 放一些資源 令到他在創造力 創意 文章 甚至他演說做得更好 掃理得更厲害的同學 其實都很幸福 現在有很多 一些STEM資源 去幫他 一些解難能力 和一個探究式學習 那方面都很豐富 所以我都覺得 絕對是需要有一個 資優格的廣泛推廣 聽起來不是傳統名校 才需要關心資優學生 絕對不是的 其實每間學校都可能 會有些資優學生 是藏龍伏虎 反而 反過來我們經常 新聞報導 就是考試 放榜 哪些名校 有狀元 但是世界不是狀元 還有很多 其實是很值得 更加多 關注的 一些資優學生 就要發掘出來 那在香港 我們在這方面 做得夠不夠呢 嗯 其實沒錯 很多時候 很容易被人去 辯識到一些 叫做厲害的同學 那一定是公開考試 那些記者 都會在公開考試 一些名校門口 考獲8A 10A 立刻又跳起 拍張照 那些 那些是很容易受到廣泛關注的 但是 那些我們一定是 厲害的同學 要不然他不會公開考試 考得那麼高分的 我們那些就叫做 Academically Gifted 但是有很多同學 他未必是 Academically Gifted 反之然 他可能在那個 譬如是 編一個學校的舞台劇 學校有musical 有音樂劇 有畫劇 他可能 平時讀書未必是這麼厲害的 但是他的創作 寫一個劇本出來 是否學校有畫劇 他原來可以在那個 這個 聯校的 話劇節裏面 戲劇節裏面 可以有個最佳的劇本 那表明其實 他未必是考試可以很高分 但是他那個創作力 絕對是 非常之好的 非常之優秀 那麼這方面 我們都要鼓勵同學 我們說 給他們多一些 motivation 他們經常都這樣說 我們這方面 他們這方面的才華 我們就叫做 Build on strength 直接給多些機會 讓他們好好發揮 這些我們作為老師 都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要關注 嗯 其實我們不只是說學術成就 翠美讀書厲害嗎 你 都可以的 不敢說厲害 那我小時候有沒有被老師說 你多多嘴 我今天沒有 我很安靜的 安靜型的 厲害學生 但是有時候 我們成就的時候 不只是成績 是吧 可能畫畫 或者音樂等等 很多方面 都可能會有些 特別的才華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跟香港 知休教育教師協會的主席 楊定邦校長 繼續談談知休教育的發展